李佳一天 我照顧運動 他就一直在折騰 他在蝦腿亂出霣 紅燈到了 可是那酒精會好喝嗎 外面真的有賣可可酒精 哎喲 好 我要講囉 好 我要講恐怖的 我剛才因為我們家外面很黑 然後我就上車的時候 然後很黑 然後突然就暗暗的 然後突然有東西在動 門一打開 我家都回來了 我就被嚇到 昨天說他放那個靈異的音樂 登登登 等我下來 好了 我要講囉 我有點害怕 就是上次啊 這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一群好朋友 一群大學生 然後他們就出遊 然後就開車開車 然後在 北宮灣是哪裡吧 就是那種很邊緣 然後他們就聽著GPS的導航 因為他們對路不熟 然後就走走走 然後就一直聽GPS的導航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GPS一直導 就是導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就感覺 越走越陰深 越走越陰深 越走越陰暗 然後他又說 勤晚左轉 可是那時候因為他每次到高山了 所以就是 一直霧萌萌的 就是霧越來越大 然後就視線也不太好 然後就往左轉 然後開開開開 然後他說 往右轉 往右轉 我不知道GPS怎麼叫 我沒有很常聽 然後他們就往右轉了 然後 然後後來他說 前面請回轉 什麼什麼的 然後再叫什麼 前方300公尺請左轉 然後他開開開開 然後因為可能也很暗很霧 所以他們很緊 就是開比較慢 然後到300公尺他左轉的時候 一左轉 然後就發現旁邊是懸然 然後他們就趕快緊急殺車 然後 這時候GPS就說 不是 這時候GPS就倒 他們就想說 天啊是不是GPS壞掉 然後這時候GPS就倒 就是 就是海逆 他就說 好可惜 然後 對 然後他就說好可惜 然後 他們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他們就不敢聽GPS了 然後後來 GPS還是一直說 要往左轉 往左轉 反正就是還是要給他倒到那種 要懸崖的地方 然後 然後 他們就一直都不敢講話 然後車上的人也都很安靜啊 然後 就下山的時候 然後開車的人就問其他人說 你們剛剛有沒有聽到GPS 他剛剛是不是說一聲好可惜 然後其他人就說 對我也有聽到 可是我覺得太可怕了 所以我不敢講出來 真的 反正就那個就真的很恐怖啊 你不能想像就是 但是如果你開到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因為GPS常常 常常出問題 不是嗎 就亂倒 之前也有人倒一倒 然後真的就跌入山崖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算是他那個倒 然後沒有掉下去的時候 然後GPS還說一聲 好可惜 很可怕欸 真的 真的很可怕欸 然後像這邊也有啊 就是這裡 GPS常常出現 這裡有PPT有說 小魯魚 於2015年4月份 正清明年假最後一天 黃昏前進入台中 東市 東市臨場賞營 開心交遊時間 大約是晚上10點到11點 準備停車的時候 由於北上之前 導航完全沒有發生過類似的情況 一開始以為是當機 或是記憶卡損壞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還是毛毛的 當天夜晚的氣候非常舒適 車窗全部都是開著伴著晚風好 不舒服 出東市臨場 必須經過一串 沒有路燈 而且還蠻寬敞 不錯開的山路 時間大概是9點半左右 準備回家發動引擎 8合1影音 8GPS導航開啟定位後 完全沒有問題 直到在彎彎曲曲的山路上 小魯的老婆想聽阿妹最近發的專輯 他放著有點恐怖的聲樂歌曲 怪台秀一直唱著 就在這時候導航開始不聽話 沒3秒就跳出界面 然後點進去又跳出來 這樣來來回大概20幾次 我生氣了 把車熄火然後停下來重開熄 繼續黑屏 想說應該是壞掉吧 當下我沒有注意停到哪個路段 心裡想說 幹嘛都是爛我穴的 回去再看要不要原廠再看一下 車子發動後繼續開 可是東四臨場出來做一條路 順著開不用導航也沒關係 但是就在這時候GPS不斷的開始發出 請回轉請回轉請回轉 路徑調整中請回轉請回轉 當下聽到都雞皮疙瘩跑出來了 往右邊一看東四鎮第一公墓 我傻了不囉嗦 猛加速的開出唯一一條外道 上高速公路後 GPS瞬間恢復正常 但現在小魯的老婆不想聽我說 任何有關那天發生的事情 對 反正就是很多恐怖的東西 可是那搞不好不是假的 真的有可能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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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